脫去外頭 戰鬥盔甲 輕輕敲碎 堅硬拒前 替螃蟹舒服的 刷個澡 大蒜豆瓣醬拌炒 米酒去腥 螃蟹大軍紛紛下海 主廚拿起圓盤 蓋住食材燜煮 再次掀起蓋子時 蟹肉蟹殼 變身美麗橘紅色 鮮滋味也悄悄滲入湯汁 師傅以太白粉水勾上薄芡 最後淋上薄薄蛋液 透過湯汁餘溫微微催熟 濃厚湯汁覆蓋在蟹殼上 蟹腰肉厚實鮮甜 蟹肉細緻綿密 微辣醬汁加成 搭配酥中帶軟的耐香麵包 滑嫩鹹香 幸福感大爆炸 是餐廳的政變之寶 這算是我爸爸研發的 對 就是他以前就是去新加坡 學的這道料理 然後後來研究 研究不斷的改革 一代主廚從新加坡學回來 經過改良調整 現在竟有兒子的受讚線 美味依舊還有還有 生猛活蝦裹上薄粉 直接入油鍋酥炸 外殼立刻變得紅通通 師傅邊炸邊攪拌 避免蝦寶寶們黏在一塊 要什麼程度才算好 第一是熟 第二是要酥 酥香味才會出來 炸到熟炸到酥 漆鍋後食譜利用魚油 煸炒特製蒜酥 等待香氣飄出 立刻加進蝦子 簡單調味 輕輕拌炒 蒜酥香氣迷人 乾爽不油膩 蝦肉酥彈緊實 甜香誘人 配上外頭鹹鹹香酥 口感豐富 同樣不能錯過的 還有芋頭海鮮米粉湯 多樣海鮮配料 不誇度破標 湯汁吸收滿滿精華鮮甜香 米粉咕溜咕溜香滑順口 餐廳幕後老闆娘林秀芬 家裡原本從事漁業養殖 大學畢業接手家業拼轉型 林金燕卻將餐廳經營得有聲有色 一直要求自己要學習成長 不能因為說店開了那麼久之後 然後就停滯了 其實因為現在餐飲業這一塊 還有養殖各方面的 其實變遷都還蠻大的 努力學習不斷改革求進步 林秀芬不敢停下腳步 隨時調整經營方針 好讓自己的心血緊跟時代浪潮 有機會 你愿otta 可以依 clás 不到 你不要